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讲的问题就很复杂了 你不能拿我们小时候的去看现在孩子 但成人虽然载无众 但是他也感觉 因为成人对苦的礼物比较明显 就是他会很烦 他会苦 他又压力 他又解决不了很多问题 小孩子毕竟还没有 但是成人他想解脱 这个愿望就促使他会一直去付出 去做一些事 能不想解脱 如果没有那种主动性的话 你拉他是很难 很困难 他往下拽 你使劲地拉 这个力量就消耗了 能把你累坏了 如果他主动的 他想走 他想解脱 你拉他 他在这个程序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 更多解脱的事 可能像我们这一类 这个六七十年代的 很多是这样的 哈利九龙他们也很想 因为他们对生命的意义更迷茫 他们没有苦 他们物质层面也不苦 其实甚至情感的他们都无所谓 反正就这样玩 但是他们生命更迷茫 没目标 我们执着还有点方向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有很多固执的概念 道德水泽 道德品质 什么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反而好像有方向 方向感很明确一点 因为有些事情说 这样做是不对的 那样做是不对的 脑子里很多不对 现在还是都没有不对的 怎么做多事 你管得着吗 他更迷茫了 生命慢慢的就没意义了 所以就宅了嘛 现在还是你看都 大家都不出门的 放了家 都在家里 待着就看网络 他没方向 他去哪呢 干啥呢 无聊 就是这种 是活得更空虚时间久 就是文艺的还想在很多 那个圈里边 体现一个自我价值 这样就希望那种 就是我要有价值 怎么可以有价值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就是学点什么 去学耀一下 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你看我会你不会 其实真的就八年以后的 孩子更迷茫 这个时候的那个要 得要怎么去搞一堂 看到他们的时候 我还觉得六七十年 都蛮幸福的 因为我们有目标 虽然叫执着 虽然辛苦执着 但是最起码我们 就算很艰难 但是还有方向感 还知道什么应该做 什么不应该做 对阶段性的 对上他都不一样 但是他们可能 都一旦被点误开放 可能比我们会更快 接受这种信息 各式各的执着 我发现也不接得很快 他在这个地方容易放下 但其他地方更难 自私跟自我更难放下 因为他迷茫 他觉得无所谓的时候 他就极端的自私 他就完全是 想自我的觉受的 他不会为你 想任何干 他不会为了你去做事的 他完全的自我 就是那种极度的自我 但是五六十年代以前 或者他会觉得 这也不行 他从小就 他就会觉得 为了人情面子 或者好多中原 他也要为你做点事 或者他会 他会放下自我的一些东西 就是相对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 菩萨道这一块 利他这一块 做比较好走 八年后 九年后 菩萨道这一块 就算是他付出 他也是为了自我的那种 自我的那种成就感 他付出的 他很难去 他说我是利他 因为他生不起那种 利他那种心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 我凭什么利你啊 是不是 尤其中国这种 独生子 独生的很厉害 那这个就是 如果不管从人的认知 或地球的能量角度来说 是不是也是造就这帮 所谓的这个众生灵体 就是他们就来转 就是他们每次完善 所以说未来的就是 在修行的指导上是不一样的 重点不同 对 重点贴重不同 没有什么 我觉得人性是一样的 没有对错 80年代是80年代 他的执着 这边是60年代的 文革以前 文革以前的 各式各的执着 其实都是平等的 但是呢 修行指导的切入点不一样 对 是 他们可能就要 需要给人是所显化的 叫完善自身的状态 然后他们可能先成就你自己 然后再来达到那个 但这个块呢 就是如果他们 如果能够 他不能成就 不能从这方面说 先来成就自己 因为成就自己是很难的 他要从宇宙意识来打开 就是跟宇宙 因为这一类孩子 他会想的更多的飞碟 外太空 他对外星球 太阳系的宇宙的这种探索 探索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东西 他会这样的 他也会突破物质层面的东西 他不太看着物质了 他有那种 清除也少了 头脑里边 全是网络 外太空 你从这个渠道去 让他进入 去慢慢忘记自我 他是渠道不一样 他也会无我的 但是他不是为了利他无我的 他是为了那种 他那种想象 超越了人性的东西 他觉得超烦的东西了 那这样就是说 他们的能量 如果能够生活到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能够整合得会更快 我认为就是说 平时我们现在是在 小我的课题当中 在徘徊 有一点问题是 如果他那种大我 就是他只过形成大我 知道吧 他把小我破掉了 他现在像宇宙一样的大我 但是很容易进入魔道 因为大我是魔的 如果大我没有利他 只是说形成一个无量无边 像虚空一样的我的话 只要有我 他像虚空一样的 那个更难过 像虚空一样 魔道就是 他更容易进入一个磨脉 他只是 他不在乎这个世界的东西 不代表他空掉了 他没开脱 他只是不争了 不在乎 或者说就是说 他们的能量体上升到另一个境界 因为他们存在 一定出现的一个像一定是合理的 就是也有原因的 是的 因为我们不能 咱们拿60年代去定论他们的概念 他肯定出现了 那我们这样可能去观察 八九十年代的孩子的能量 或他们所显化的行为方式 为什么是这样的 是的 但这就要你讲透啊 他到达那个过程的时候 你千万要带领他们 往这个利他这一块 还是菩萨道上走啊 就是否则的话 他的我脉会到了一个 像虚空一样的我脉 说这个大我的我脉 他进入无我是很困难的 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说他进入他的我脉 肯定我相信 这样菩萨道也好 这个佛陀也好 一定有针对他们的方式来 来来组合到他们 他们的显化行为 一定是在特定时空点 出现他们的行为状态后 他造就他们去告诉我们的能量 意识计划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他们和给我们显化 让我们去体验的时候 我想佛陀也是有方法 也是让他们走这个阶段的 就像比如现在咱们这个阶段 或者我们六十年代七十年的阶段 他们八十年九十年的阶段 他们的显化 还是给我们另外一个功课 或者认知会 给他们这个能清能量体的一个认知的功课 他不是说 我认为是他刻意做突然掉下来一个东西 他一定顺及个自然的道 和自然的法则 推动出来的一个方式 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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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除非大理菩萨 就是很高的成就的菩萨 才能够把他们带回来 否则怎么会叫末法 否则怎么会叫暗解呢 暗解时期 就是末法时期 结束有一段时间的暗解 就是这种空我 这种空我 不能走菩萨道 这种极端的自我的这种到空我以后 这个很难把它带回来 就是比较困难 除非你真的是一种 我觉得没有慈悲带不回来 就是就像菩萨那种大慈大悲 就是不断的不断去改化他 不断的让他回归到那种 各种是一体的就是平等性啊 无分别状态 这个就是比较起来 就是说他们会很快修的 他们真的很快到80后 这也是一直其实我目前考虑的问题 就怎么把他们出 他们会很快地突破那些围动 因为他们不在乎这个世界 他们超越小伙三十元的东西嘛 而且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都不在乎 什么一层一层突破 迅速地上去 某个角度是应该是好的一个 某个角度是一个好的现象 他就是在乎自己 他就是在乎自己 已经达到 就是说他可以 他不在乎 他可以把父母亲 所有的钱去穿上全破掉 但他不在乎 他只在乎自己 但是这个也是 也是可能 就是他们这次演化这个状态呢 我觉得也是都是意境当中的 包括中国现在的这个状态 我可以讲中国也是末法状态 他还在转革 他还在转革 因为从经济上 从经济上我们是知道的 就是心向导致的 是 所有的出现都是有道理的 都是有它的应该出现的 它的必然出现的 它还规律发展到今天 甚至说暗节末法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规律 都忘 如果是说从佛学来讲 那都是虚忘的 谈不上什么末节 或者谈不上这些 没有开始 但是这个宇宙新的这个现象 就是 看在眼里就是这样 就是也是一个目前 我们聊的时候 就是也是目前弘法 你说 因为你谈到了说 带这些孩子走出来 那不献出孩子入手 就是目前传法的一个 就是作为一个老师 去公养一个真理 那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师兄这一块 如果给予他们 他们会走到什么样的极端 就是说 因为他们是拼搏这一块 就是说在师兄这块 我关注的东西 你又会脱不下来 你又会脱不下来 什么样的 我用到了 我用到了 好 最后 是 我们 我们